哭梦故事屋 嗨小朋友们 欢迎收听哭梦故事屋 我是沙姨 一年的最后 小朋友们最期待的节日是什么呢 应该是圣诞节没错吧 街上有许多的商家 已经开始挂起美丽的圣诞装饰 也放着熟悉的圣诞歌曲 到处都充满欢乐的气氛 让我们都好期待哦 小朋友你有听过一首圣诞歌曲吗 Rudolph the Red-Nosed Reindeer 你是不是很好奇 这首耳熟能详旋律好听的歌曲 到底是在讲什么呀 本月的故事呢 是取材自圣诞歌曲 Rudolph the Red-Nosed Reindeer 红鼻子巡路鲁道夫 要来跟大家说 一个有着红鼻子的巡路 与一场圣诞危机 有关的故事哦 记得要听到最后来参加抽奖哦 本集故事 红鼻子巡路鲁道夫 改变自Rudolph the Red-Nosed Reindeer 圣诞歌曲 很久很久以前 在遥远的北极村庄中 圣诞老公公 小精灵艾尔芬 跟巡路们 环聚一堂 虽然离圣诞节 还有一段时间 但圣诞老公公 跟小精灵 已经忙碌地 在准备圣诞节的 重大庆典 他们每天忙进又忙出 从白天到晚上 必须仔仔细细地检查 常常地送礼名单 用心包装着 世界各地孩子们 期待不已的圣诞礼物 就是希望小朋友们 可以度过一个快乐 而且难忘的圣诞节 在一个寒冷大雪纷飞的夜晚 有一只可爱的小巡鹿出生了 他的名字叫做鲁道夫 圣诞村的巡鹿们 有着强壮的鹿角 炯炯有神的双眸 以及乌黑的鼻子 然而鲁道夫 跟其他巡鹿不同的地方 在于他生下来 就拥有一个 非常独特的红色圆鼻子 这颗鲜艳 而饱满的大红鼻子 在巡鹿中间 感到十分的鲜艳 不管是白天 还是晚上 鲁道夫的红鼻子 总是闪烁着特别的光芒 然而鲁道夫 对此却感到非常的自卑 因为这使他与其他的巡鹿 看起来格外的与众不同 经常成为大家 注目跟嘲弄的焦点 你们叫过鲁道夫吗 他的鼻子长得好奇怪哦 又红又亮 像个小丑啊 圣诞老公公最爱的巡鹿之一 飞毛腿 贝多尼嘲笑着鲁道夫说 另外一只鹿角强壮的巡鹿 阿尔法也接着开口 而且他的鼻子圆滚滚又红彤彤的 好像气球一样 哈哈哈哈好笑哦 几乎所有的巡鹿 都取笑过鲁道夫的红鼻子 他们经常聚在一起 开鲁道夫的玩笑 说他应该去当马戏团的小丑 而不是塞在圣诞村里 圣诞老公公才不会选他这样 长相奇怪的巡鹿去送礼物呢 巡鹿们觉得 这只是朋友之间的玩笑话而已 完全没有意识到 这让鲁道夫非常的难过 鲁道夫经常为自己的红鼻子 感到伤心难过 觉得自己完全不被认同 甚至还遭到了排挤 为什么我的鼻子又红又亮呢 每个人都在嘲笑我 没有人想跟我玩 我觉得我自己一点用都没有 鲁道夫伤心地说 鲁道夫的情绪变得越来越低落了 他不再尝试靠近其他巡鹿 而是常常躲在村庄的角落里 独自生活 他不明白 为什么自己跟其他巡鹿长得不一样 还有为什么其他巡鹿 总是要嘲笑他的红鼻子 鲁道夫的内心 像被一片灰暗的乌云遮住 孕闷到不行 有一天 鲁道夫在森林里 遇到了小精灵艾尔芬 艾尔芬注意到鲁道夫的悲伤 轻声地问他 你为什么看起来这么不开心呢 鲁道夫抬起头 眼里充满泪水 他告诉艾尔芬属于自己的困惑跟孤单 艾尔芬聆听着 然后安慰他说 鲁道夫 你的红鼻子是独一无二的 它不是缺陷 而是一个特别的礼物 或许这个特别的红鼻子 可以为我们的圣诞夜 带来奇迹呢 时间到了圣诞夜前夕 圣诞老公公开始挑选 今年一起出任务的巡陆队伍 鲁道夫站在巡陆中 红红的鼻子一闪一闪地发亮着 期待着今年的圣诞老公公 能选中他 一起参加送礼物的任务 想到在之前森林中 小精灵艾尔芬提到的奇迹 他不禁内心充满了希望 但当圣诞老公公在唱名的时候 却仿佛没看到他一样 直接掠过了鲁道夫的名字 点名了飞毛腿 贝多尼 阿尔法 还有其他十只跑得又快 又壮的巡陆们 组成了一支 巡陆圣诞送礼特派对 十二支巡陆穿上装备 拉着满满的礼物雪橇准备出发 将精心包装好的礼物 要亲自送至世界各地的孩子家中 这是圣诞村一年一度最重要的大事 能被圣诞老公公挑选 加入送礼队伍 送礼物给小朋友 是对巡陆来说最大的肯定 然而无论是大前年 前年 去年 跟今年 从出生以来 没有一次被选中的鲁道夫 只能远远默默地跟在队伍后面 羡慕地看着被选中的十二支巡陆 受到圣诞老公公的加冕跟赞美 然而在运送礼物的途中 圣诞老公公和十二支巡陆 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困难 浓密的云层和北方飘来的大雾 遮蔽了星星和月亮 使整个环境变得非常的灰暗 圣诞老公公感到无比的焦虑 因为他无法依照地图 找到前方的路 甚至一不小心 就有可能因为视线不清楚 而撞到高耸的山壁 或者是突然一面而来的鸟群 眼看着圣诞节的时间 就快要来到了 想到满心期待的孩子们 有可能无法准时收到圣诞礼物 让圣诞老公公烦恼不已 这时小精灵埃尔芬 飞到了圣诞老公公的身边 对他说 圣诞老公公 我认识一只巡鹿叫鲁道夫 他现在就在你的队伍后头 鲁道夫长得很特别哦 他有一个又大又会发亮的红鼻子 说不定他可以照亮前方的路 帮助我们准时又安全地送达礼物呢 圣诞老公公犹豫了一下 然后说 好吧 或许这是一个好主意 我再也想不到其他办法 就让他来队伍前面试试看吧 小精灵埃尔芬 飞到鲁道夫身边 跟他说这个好消息 于是原本默默跟在队伍后方的鲁道夫 一下子就跑到了队伍最前方领队 他的红鼻子散发出 穿透大雾的明亮光芒 像灯塔般 瞬间就照亮了前方的路 圣诞老公公跟其他的巡鹿 感到非常地惊讶 他们开始跟着鲁道夫的光芒 穿越了浓密大雾包覆的血缘 鲁道夫的红鼻子 变成雾里的一盏明灯 指引队伍正确的方向 让圣诞老公公跟其他的巡鹿们 能顺利地发送礼物给孩子们 当他们成功完成任务 回到北极圣诞小村庄后 圣诞老公公对鲁道夫 表示了由衷的感谢 他说 鲁道夫好险有你啊 不然今年我们的任务就得失败了 你的红鼻子不仅照亮了 这个圣诞夜的黑暗 也照亮了我们的心 你证明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特殊之处 这就是我们应该珍惜的呀 鲁道夫这才明白自己独特的价值 并且学会接受自己的不同之处 之前嘲笑他的巡鹿们 纷纷向鲁道夫道歉 表示他们自己知道错了 不应该随便嘲笑和自己不一样的存在 甚至还以此为论 圣诞老公公告诉他们 每一只巡鹿都是特别的 有自己擅长的事情 大家应该互相彼此包容跟尊重 鲁道夫跟巡鹿们和好 之后每一年的圣诞节 鲁道夫和贝多尼 阿尔法以及其他的巡鹿 一起共同出任务 他和巡鹿间的友谊 也变得更加的坚固 不再有取笑跟排挤 而是成为并肩作战的好朋友 从那次之后 鲁道夫的红鼻子 成了圣诞夜的象征 每当圣诞节来临 人们都会在夜晚的空中 看到他鼻子散烁的红光 而红鼻子巡鹿鲁道夫的故事 也被写成了歌谣 传遍了事件 听完这个故事 小朋友有没有很佩服 鲁道夫的勇气 虽然他一出生 就因为红红的鼻子 而受到其他巡鹿的嘲笑和排挤 但机会来临的时候 他还是勇敢地站出来 证明了自己独一无二的价值 帮助大家完成重要的任务 如果你在身边 也有一些跟别人 不太一样的朋友或同学 也别忘了要欣赏他的特别 并给予认同以及鼓励哦 让他知道他并不孤单 而且他也很棒 这次我们一样 还是有准备精美的小礼物 要送给大家哦 请问 鲁道夫是因为什么原因 而被圣诞老公公 邀请到送礼队伍的最前面 作为领队呢 只要到哭猛粉专 活动贴文留下你的答案 就有机会可以抽到 精美的绘本哦 哭猛故事屋 我是沙姨姨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